皮诺县政府在原住民文化会馆 规划原住民族日纪念活动 出展示原住民族正名运动历程 也邀请金曲歌手少尼瑶 与族人们合唱永远的原住民歌曲 中央相爱 中央相爱 原住民 永远原住民 大家唱出身为原住民的荣耀与认同感 来呼应原住民族日的纪念意义 另外今天在文化会馆还举行 记忆深刻典藏木雕展 展出馆藏23件来一箱雕刻作品 觉得说这些作品应该是要让大家看到 而不是都收藏起来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不断地去整理出来 之后106件我们发现里面有23件 其实我们来一箱子弟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我们在106件陆陆续续开展 这样子的一个开始 我们就先以来一箱的作品为优先 原名住邀请多位创作者 分享当年的创作理念 其中99年全国原住民木雕奖 典藏作品《猎人荣耀》 当年获高中组二奖 创作者周圣恩当时就读来一高中 他的作品以羽毛代表猎人的徽章 辉煌的正宫 感谢太阳神的守顾 周圣恩说看到自己的作品再次展出 燃起了创作动力 之后我可能还会再做类似大界的感觉 然后再去参加可能未来的木雕作品 它会让我成为一个让我全新的动力 再去比赛 另外这件作品脆裂 当年获得高中组三奖 创作者蔡少祖 以板雕呈现熊熊的火焰 脆裂出美丽灿烂的琉璃 实现出老祖宗的智慧 传承圆明文化 很感谢主让我可以再次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 因为这作品离我已经十年了 对那我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然后这个作品我再次看到之后觉得有点感动 对因为当时真的花很多的心思去创造它 然后也是日以继夜的在完成它 记忆深刻点藏木雕展 透过来一厢部落族人的木雕品 展现排湾族人的文化记忆 展期至8月15日 原民处观一民众踊跃参观 一起来认识来一厢原住民族群木雕文化 评论新闻张如荫阳正义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访